嗆嗆三人行 哎呀 今天我就有点看傻了 终于见到了 就说是比旗下所有的明星都像明星的 经纪人 蓝说中的 霍文希 大小姐 今天见到 我真是可以验证啊 我选美出身的 我觉得 不是不是你选美出身 你主持选美出身 不太一样 我觉得英皇没有哪个女艺人比你好 哎呀 不要紧 我没工呢 我没工作了 身高都没你高 没有 我穿鞋是高筋鞋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人打过你的主意呢 很多男人打过他主意 不是讲这个说把你推出目前 我有不懂演戏 也不懂唱歌 我没有什么 我记得你好像早年做过模特的 很久一天 所以你看 我刚才我觉得他眼神是不是让我想起有点胡慧中啊 有这么有没有 有说过 有说过吧 你这么漂亮 我认为你旗下的这个twins啊 或者是一些荣祖儿 他们跟你在一起会感到羞耻吗 没有 我跟他们相距太大的距离了 因为我都他们比我年轻多了 他们真的青春美丽 不是我们还真不是当面夸你 我认为你的这个容貌啊 实际上对你这个职业按说不算优势 我假想啊 如果我是一个女明星的话啊 我不喜欢你跟着我的 那站在台上看谁啊 我就是因为今天是造型师的功劳了 因为平常来说我没有化妆 没有弄头发的样子 你们没看过 真的 就是真的 为了衬托旗下的明星啊 就这样牺牲自己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像你这么讲 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相反的感觉 我不瞎猜的啊 就是说 正因为自己经理人好看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希望 就会觉得说 我听他的话 我听他的话 会长成跟经纪人一个模样 有时候因为女孩子有光晕效应嘛 就没注意到学校里面 好看的女孩子 很奇怪 会有一些朋友老围着她 他们会觉得 这个好看的女孩子 有种光晕散发出来 你老贴着她 你自己也会好看 你有小时候没注意到吗 学校里面 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她也有一帮 她的女粉丝会绕着她的 我看见的周围都是仇人 好看的女生 我反而 中国大陆她是这样 我反而观察到的 当然我可能观察到的很少 我感觉观察到的女人之间交朋友啊 你看两个女孩要是最好 她们往往容貌比较属于同一档 照我们男人看来属于同一档次的 不会说一个好像特别美的 跟比她差很多的 因为两个人老在一起 是不是她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的朋友有同一个 差不多同一个特征 就是有一些男男仪气概 就有不是太女生的 很很焦的那种 我的朋友传就是 有一点男人的性格的 有点男人的性格 你有没有点男人的强悍 有一点我不 不是小的事 我们不太 就是看大的事 如果是还有不愧太小气的 不愧常常生气 又讲八卦的那种 我们就比较男生的一样 对 她在香港其实圈子里面 很多人觉得她是 有大哥的那种感觉吗 要怎么镇压这些 因为我老板都是比较强强强的那些人 所以我觉得是 我也因为我是巨蟹座 巨蟹座 对 我对保护人 很喜欢保护人 拿东西给人 去照顾人 所以我就感觉是 我去保护人 但是我这不会让人家 去受保护的那个感觉 但是巨蟹座好像是很性情中人 感情很丰富的人 对 现在好一点 之前就比较 我们说是 好像是水性的 水性洋化是吗 不是水性 水性的 就是比较阴暗面 不是太开心的那种 你知道就是实际上 作为一个经纪人 我一直觉得 香港可能还好些吧 但是今天的中国 我觉得经纪人 是一个特别 怎么说呢 水平特别需要提高的 一个行业 而经纪人都水平都很差 经纪人是个很伟大的专业 是个很伟大的职业 你好比你不要好莱坞 你不关系美国的运动明星 电影明星 他的一切发展 都是他的经纪人 对 但是我们这里呢 有的时候 你看有的时候 大陆的导演 很烦这个明星的经纪人 就因为他怎么这么讨厌呢 就是他变成了一种 好像身边的 有时候像个老妈子 或者有时候像是一个 帮着明星挡架的 这个导演你见不到的 对 你觉得他起的作用是 是吗 因为你想想看 有时候你做一个明星 这个明星 他不能自己跑去 跟一个制作方 谈什么价钱啊 很多这些杂起杂霸事 你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人 出来用广东人来当丑人嘛 对不对 在前面替他 他当然也要保护他 要挡着他 很多事情 但是问题是 好经纪人同时 也帮他设计整个生涯的 职业生涯的发展 比如说像我们写作的人 就常看探嘛 说你看美国发展到一个地步 是美国是连作家 都有经纪人的 他能够帮你设计 你走什么样的道路 你跟什么出版社合作 你该怎么样 但其实很正面嘛 我觉得 你说说你这个伟大的经纪人 你有什么特点 我的特点是 其实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感受到 有一点文化不同的 就是香港的经纪人 就比较长细 就经纪人跟艺人的关系 也更密切 更密切 更有一个幸运感 幸运感 对 幸运感 但是我觉得是在北京的感觉 就是可能是他们的那个 有经纪人的那个时间不是太长 对 历史比较短 历史比较短 然后他们很多艺人都是自己 家人做经纪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那个自己做一个工作室的那种 所以我的感觉是香港的经纪人的那个基础 还有他们的那个比较尊重我们经纪人的那个行业 比较尊重 对 合约精神比较重 老实说 因为我看过就是大陆可能有时候就是合约的那个精神 就是可能是有时候又打官司 又突然间又转了其他地方 原本是几个公司 那个合约还没到期 就换别的公司那种 香港肯定不愧的 所以我就感觉是有一点区别 但是就是你跟艺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我是不是为什么好像谢霆锋的一样 我跟他合作超过100年了 对没有100年16岁 甚至17年差不多17年还没到 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向性的性 他觉得是我跟他是好像家人又是朋友的一般 其实你可以想象有一些艺人的压力很大 每天工作工作工作对吧 他不会想很多人每天会脚踏的 他肯定不想那些人去找他 你找我经纪人好了 然后他肯定不想经纪人每天都问 听风这个做不做啊 这个怎么了 他会让你想你先把他每天收到的那个工作 你先看看哪个比较会有可能去做 应该并不应该做 肯定不会做的 你已经过滤掉 让他选择过滤掉 选择过滤掉 你根本不会问听风你要不要做 你明白 所以我们问他要不要做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做 你觉得呢 这个代价是沟通的方式 然后他说好 价钱多少 或者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还有这部电影是什么 我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代价的沟通 然后有 因为我们已经有默契了 这么多年的合作 所以有一个经纪人 如果你是合作很很长的 你看香港的我们好像陈家英啊 然后陈淑芬啊 然后陈淑芬啊 那个跟那个江水友 都是很多年很多年人家都不会换的 因为已经吸引了 没错 都就是你 我 我是很反对八卦的啊 但是你看 我都听说过 说是当年有个传说 这个谢霆锋跟王飞说是恋爱 实际是个烟雾蛋啊 是为了掩盖 他跟他的经纪人之间的恋情啊 你听说过吗 嗯 其实网络上很多传闻 我都觉得有些太太太假了 所以我都所以每天有人去问我 你回应一下好吧 我说有些太假了 我都不想回应了 但是这个 这个你们不是无心电影 这个电影里面有反应 刚才说的这种情节吗 这个一定有了 这个电影就是根据他 现在有了一部电影叫做超级经纪人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以他跟谢霆锋之间的故事 作为原型是吗 那太好看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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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是说中间是 因为只是个超级经纪人 就像我们的品牌那个名字 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有20多年的那个历史 然后就是中间的两个经纪人 一个是小困困 就是那个杜文子不专业的那种经纪人 另外一个是阿萨 就是好像他演的就是做我的比较 做了很多年很专业的那种 所以他们就中间就可能发出来 发生出来的那个故事比较夸张 因为搞笑 但是跟他们那个经纪人跟艺人的感情是真的 他出来的很有 我觉得除了搞笑以外 还有很多就是真的感情是有一点 真的是艺人跟经纪人的感情 对对对 其实真的为什么不找你演呢 你他这个样子太合适了 我我我演了一个箭头就是做自己 演了一个箭头 演了一个镜头 镜头 对对对 可以看一个这个宣传片啊 我们看一下 其实导演你这部片子的剧本是怎样的 其实是一部艺术 对 二零九六年 世界末日 剩下八个女孩 逼迫一位超级帅哥 延续人类的DNA 不就是色情片 何总你好 你老 不拍色片 不陪客旅行 不陪客吃饭 直接上床 你想干什么 美丽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通往优雅的过程 任何一个细节的学习都至关重要 欢笑努力收获 都是最骄傲的成长 他们的故事已经开始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青春的约定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这有句话说人都是感情动物吗 但是过去外地人说 在香港人身上看不出来 就是我们感觉好像香港人 按说是就什么事情都分得很清楚的 反而是大陆人呢 容易搞出一些恩恩怨怨 可是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经纪人 和这个明星啊 相处了这么多年啊 他这个即便是香港人 恐怕也会出现很多就是 就是合约超过甚至 这种公私关系的这种私人感觉 概括的来说 就是其实每次我出来处理大的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个记性 因为我怎么多年的纪念 但是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现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处理过 还有就是好像有些时候 我的医人发生情况 我觉得是我的撑人的感觉 我的撑人出了状况 你个人就是个心就好像 然后感觉很很很很很不安的 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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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次好像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有一年很不开心的 就是那年就是我要去那个发庭 又要去那个医院 因为那天那年是罗文生病了 然后最后我又要帮他处理 就身后室的那个就要去那个奔医馆 奔医馆 奔医馆 所以我那一年就是几年 我真的我每天都是穿黑色的外套 然后白色的衬衣 我每天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拿那些衣服出来 几年都是这个 我感觉是每天都是去这些地方 我肯定不能穿其他颜色了 所以最安全就是每天都拿这个颜色 然后那个心情就很很很不好 几年 我记得那个年是我每天就是有一点 好像是只有每天只有黑色的感觉 没有彩色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说那个经纪人 其实工作的方面好像跟其他人不同的 我就是24个小时工作以外 我感觉是我把我自己整个人都投入了到我的工作 对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 他的手机24小时都不关机的 随时都可能有一人打电话来 有事要找你 你觉得这个你还有自我吗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自我是什么 对啊会 但是所以中间我有申请过放那个长假期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不放假的话 我感觉是有人好像太太太太太辛苦了吗 好像我对自己有一点 呼哈 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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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客气质 我觉得是为什么要要求这么高呢 为什么 到北京更惨了 因为有些人是你知道你手机 早上有人都快打过来 都是推销了 推销了 没想到卖房子了 8点多就打过来 我前一天还工作到2点3点 我都 而你习惯了什么电话都接是吧 他因为我不快想的 我第一次的那个震动的那种 但是我听到的 我一定醒来的 我很小的心音我都提来的 职业职业病了 对对对所以 早上8点多有人打错啊 那个推销的北京特别多 所以我很生气 不过我在想就是 现在还有个情况 就是以前呢 大家好像不是太注重经理人或经纪人 看到的是目前的明星 但是最近几年呢 有一个现象 你刚刚说欧美他们 尤其美国很注重经理经纪人 但现在出现更厉害的趋势 就是韩国 韩国已经发展成一个状态 是让人觉得经理人主导 明星是附属 因为你任何人交到他们公司手上 他们有一个模式 像工厂一样 对对对 比如说韩国的经理公司 每年生产一大批出来 好像刚刚都说 那个日本 日本之前就是 被那个韩国更早 就他们好像装你 装你私务手 装你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对 一人对着那个经纪人 然后他们每个人训练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对我听说他有打骂 有打的 有的有的 然后呢 你比如说到现在最极端的 像日本 AKB48 对 AK48 48 48 我总是忘记 你像他们搞成那个样子 所以 现在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很多人会问说 其实是不是 就是原来我们过去以为这个明星好厉害 好漂亮 好会唱歌 好会跳舞 好会演戏 现在大家发现 诶 这是不是全部都是任何人 只要 阿猫阿狗交到这个经理员公司手上 他有个办法 他有个程序 他都能够把它搞定变明星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因为一间公司是 你规模大 然后就是我好像我们是有经纪人部门 有唱片部 还有就是那个电影公司 还有演唱会的部门 你什么都有的 你觉得你要 那如果你去找工作 你都要入一间比较会 最大的公司 你会找一些分工作 所以我说 如果新人到这些大的公司 是最好的 为什么 他们机缘多 还有人才比较多 所以投资的资源在你身边 好像 我找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公司的巨星比较多 大大牌的那个 那个 谢霆锋 阿春 荣竹 古巨鸡 王秋生 杜文哲 如果你去找一些人去拍戏的时候 还有他们通常都说 你们公司有没有新人要捧起来的 我用你们一个两个吧 就是一个套状 对 有一些套状 好啊 谢谢你 我用你带牌 我可以帮你一些新人给个机会 整个是很很基本 我觉得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 你会更多资会 有演出的资会 如果新人去签一些比较 规模大的公司 我觉得是非常好 但你们真的是 你觉得真的像韩国那种状况是 一个人只要苦念 就能够出来吗 就我让你红你就能红吗 真的可以 当然是你先挑选的 我说你如果 如果你没有前资的话 你怎么去训练都没用的 你看他传出韩国的新闻 甚至签约要整形的 对对对 你整个能把你一个孩子 按照我的产品的这个需要 该整形就整形 该跳该练就练 最后就把你练成一个产品 对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 人的感觉 太可怕 对 所以你看韩国 有很多自杀的那个 就杀 对因为太没有 言情味 对对 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们 是但是我觉得 如果要我到韩国去的话 我肯定受不了 因为我是第一个 酷的人肯定 没错 我不会打 我自己 我打的不下手 然后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去 感觉是 机器人的去训练 我这肯定我不行的 文化的去看一下 你旗下没有一个自杀的 是吗 没有没有 我要自杀了 我要自杀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有说分明中 唯有历史能告诉我们 艺术不是什么 解读中国当代艺术成长外落 以三十年历程为基础 看到艺术的何去何从 花火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文台 到广州游长龙 激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由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生命中有些爱无可取代 就在特伦苏专属物场 为我所爱造就无可取代的味道 无可取代的爱 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伦苏 对你觉得怎么能够捧红一个人 是最用最 首先要训练好 你要准备好 即会只能楼给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 第一 第二是四 当我把这个你推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整个媒体 我们叫传媒 所有 任何地方都要用 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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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最短的时间 让她有最多的无关率 然后挑选一些真的适合她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不是 我觉得是好像一间公司 没可能是每一个人 都是美女啊 帅哥 其实有很多 有一些是演戏的 有些是唱歌的 有些是偶像 有些是实力派 你就要看她哪一个范位 有时候可能她进来的时候是歌手 最后她是演戏的 好像之前我就有一些艺人 她原本就是歌手的方面去发展的 但是我最后 留意到她 她对演戏比较有兴趣 还有她演戏的那个前资更高 然后我就有全力去推她去拍戏 最后都非常好的层次 你知道 你像我们中国为什么出运动员 过去实际在中国是受批评的 叫做举国体制 就经常有人说说中国的运动员 他不一定爱好这个运动 但是他是这个材料 就这样苦练就培养他 最后他就能成为一个金牌 那艺人会不会有这样的 就是你对他的安排 他其实是不喜欢的 如果真的不喜欢 我们其实就是浪费时间 对我来讲 因为你用的时间会更长 好像谢霆锋 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跳舞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跟我们说 我 我不喜欢跳舞 我要 永远都